雾蒙蒙的清晨 克莱恩坐在自家餐桌前 将特意买的燕麦面包掰碎进入牛奶里 改良着吃法 虽然他的身体早已改变 但对美食的追求和执着却铭刻在了灵魂里 完全无法适应鲁恩王国单调重复的早餐风格 只能尽量多做尝试 不拘泥于吐司 面包 培根 香肠 黄油和奶油这些 努力拓展着边界 丰富着吃法 比如 他的食谱内新增了南方流行的猪肉馅饼 肺内波特面 烤玉米薄饼等品种 福萨克帝国的鱼籽酱也不错 就是太贵了 只适合正式的餐会 克莱恩用汤勺咬起泡软的小块燕麦面包 将它塞入口中 仅仅稍有咀嚼 就感受到了流淌出的燃满麦香的牛奶 而面包的回口愈发香甜 吃完早餐 克莱恩放下插勺 没急着收拾 拿起刚送来的那几份报纸 悠闲地展开阅读 等下做个占卜 如果没什么事情 就去圣乔治区萨奇街拜访雷帕德先生 看他的新型交通工具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贝克兰德还真是大啊 每个区都几乎等同于停根式 东区尤其夸张 至少超过了两倍 最便捷最省钱的出行方式还是双脚转蒸汽地铁再转双脚 就是有点浪费时间 克莱恩漫无边际地发散着思维 贝克兰德的公共马车系统与停根相似 定价也差不多 唯一的问题是 它们之中很大部分只局限于单独的一个区 如果要从乔伍德到圣乔治 途中需要转乘好几次 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 这样的状况让新型交通工具的前景变得非常诱人 咚 咚 咚 就在这时 巨大如锤的敲门声回荡开来 钻入了克莱恩的耳朵 谁啊 都不知道拉门铃 他嘟囔了两句 理了下铃口 来到门边 伸手拉开 出现于他眼前的世卫熟人 之前在蒸汽地铁上追赶小伊恩的那位高原男子 皮肤偏黑 眼窝深陷 瘦削惊悍的那位高原男子 根据克莱恩通灵的结果 他叫做莫尔索 兹曼格党的畜行人 位置不低的头目 请问 你找哪位 有事情想要委托我 克莱恩故意表现出了些许迷惑 莫尔索穿着黑色外套 头戴浮夸的丝绸礼帽 但一点也不像绅士 他目光冷漠地打亮了克莱恩一眼 用戴着浓郁高原口音的鲁恩鱼反问道 你就是夏洛克 莫里亚帝 是的 克莱恩简洁地回答道 莫尔索声应地点头道 我想委托你找一个人 具体什么情况进来再说 克莱恩没让自己表现出丝毫异常 莫尔索冷淡地摇了摇脑袋 不需要 说完 他的眼睛忽然变得锐利 我要找的人叫做伊恩 伊恩 赖特 他有双鲜红的眼睛 大概十五六岁 喜欢穿棕色的 老旧的大衣 戴铜色的圆顶帽子 我想你应该认识他 克莱恩笑了一声道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莫尔索似乎没有听到对方的否认 他是一个小偷 偷走了我一件很重要的物品 只要你能找到他 就可以获得至少十磅的报酬 你们提供的线索太少了 克莱恩随意找了个借口 三零磅 莫尔索给出新的报价 克莱恩忘了他一眼道 不 这有被我的保密原则 五零磅 莫尔索冰冷地回应道 双引号 很抱歉 我不会接这个任务 克莱恩挣了两秒 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莫尔索缓慢地深深地审视了他好几秒 目光逐渐变得冷酷和凶狠 他没再给出新的报价 也没有礼貌地告辞 猛地转过身 快步走向了街尾 这个黑帮的情报能力很不错吗 竟然知道伊恩曾经来找过我 克莱恩暗自感慨了两句 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太多的担忧和畏惧 我毕竟是直面过邪神子寺的人 虽然隔了层肚皮 想着想着 他的笑容忽然灿烂 开始抛硬币决定今天是否要出门 答案是肯定 圣桥志区 萨奇街 有鬼公共马车转蒸汽地铁转无鬼公共马车的 克莱恩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总计花费十一便是 他刚走出车厢 就发现外面飘起了嘻嘻嘻嘻嘻的音语 而他并没有带伞 据报纸和杂志讲 这是贝克兰德的日常 帽子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女士和先生们不会随时都携带着伞 克莱恩按了下自己的半高丝绸礼帽 小步快跑地冲到九号房屋的外面 借助屋檐 遮挡住了雨水 他拍掉身上明显的水珠 拉响了门铃 但他并没有听到不鼓不鼓的声音 也未察觉叮叮当当的动静 门铃坏了 克莱恩正要抬手敲门忽然发现有脚步声游远极近 他脑海内自然浮现出了来者的身影 一位高瘦的黑发蓝眼的三十来岁先生 对方穿着灰蓝色的工人服装 但却显得文质彬彬 只呀 房门打开 那位先生揉了下额脚道 请问你找谁 有什么事情 克莱恩取下礼帽 微微弯腰道 我是来找雷帕德先生的 我对他的新型交通工具有些兴趣 那位先生眼睛豁然一亮 我就是雷帕德 请进 他测过身体 让克莱恩进入 但门厅位置并未摆放有衣帽架 克莱恩只能靠好手杖 不脱外套地跟着雷帕德来到客厅 不得不说 这位先生的家非常凌乱 仅客厅的茶几上就摆放有许多件机械相关的物品 比如扳手 轴承和螺丝刀 你想投资多少 啊 对了 你想喝咖啡 还是红茶 啊 红茶好像没有了 雷帕德脱口而出道 这位先生有点直白啊 似乎不太擅长人际交往 克莱恩念头一闪 改变了预定的说辞 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必须先看到你的新型交通工具才能做出决定 我没办法在什么也不了解的情况下给予承诺 说话的同时 他环顾四周 看见了悬挂于墙上的三角圣灰 这是蒸汽与机械之神的象征 牢固的三角形里面填充着蒸汽 齿轮和杠杆等符号 雷帕德对克莱恩直奔主题的方式并无反感 当即说道 我领你去看 话音刚落 他猛地拍了下脑袋 差点忘记了 我们必须先签署一个保密合同 确保你不窃取我的发明 雷帕德先生 你的记忆力也不太好啊 克莱恩笑笑道 没问题 签署完简单的合同 雷帕德领着克莱恩进入了疑似起居室的屋子 他将这里和隔壁的客房 地下室打通 变得宽阔了许多 空旷了许多 地面凌乱摆放着诸多零件 一个半人高的近似马车车厢的粗糙事物耸立于中央 另外 门铃的线也连到了这里 并进行了巧妙的布置 只要有人拉动那根绳索 机械装置就会弹出一个钢珠 让他沿着特殊的轨道滚动 撞击位于中央的事物 产生当的回响 这声音肯定不会太大 但足以惊醒沉迷于机械的雷帕德 那就是你发明的新型交通工具 克莱恩指着位于中央的粗糙事物道 是的 我根据罗塞尔大帝的想象发明的 雷帕德眼神狂热地回答道 罗塞尔大帝的想象 克莱恩恶然反问 雷帕德用崇拜的口吻解释道 罗塞尔大帝留下了一部手稿 里面绘制着他对未来各种机械装置的想象 他真是一位卓越的天才 不 大师 里面很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 呵呵 这部手稿保存于蒸汽与机械教会 不是虔诚的信徒 没有办法借阅道 大帝 你还给不给别人留活路啊 克莱恩嘴角一动 险些无法保持笑容 具体介绍一下 他转移了话题 雷帕德领着克莱恩走到那个粗糙的金属事物前 刷得拉开门道 这是不需要马的交通工具 车夫坐在左前方 不断地踩动踏板 通过杠杆 链条等连接四个轮子 让它们翻滚向前 而在轮子上面 我采用了橡胶充气的办法 这会让行驶变得平稳 所以 也就是人力汽车 克莱恩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他斟酌着说道 这么庞大的箱体 至少四位的乘客 单纯靠人恐怕无法行驶多远 这正是我接下来的目标 减轻重量并放大杠杆的倍数 但我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太乐观 无法支撑更多的尝试 雷帕德西记得望向克莱恩 为什么不考虑别的方式 比如用蒸汽做动力 克莱恩缓慢组织着语言道 雷帕德摇了摇头 这已经有人发明了 但体型非常大 在很多街道上都出现了行驶困难的情况 克莱恩等的就是这句话 那么 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更加简单的 比如 只有两个轮子 只能在一个人 不要外壳的 你是说脚踏车类型 雷帕德仿佛在思考般反问道 罗塞尔的手稿上有 克莱恩沉重地点了下头 是的 其他人发明的那些脚踏车都不太实用 简化这个 好像真的可以 确实不太一样 可是 谁会买 雷帕德自言自语般说道 克莱恩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方向 邮差 有点积蓄的工人阶级 不需要太多体面 但能存下钱的商人 这在贝克兰德有很多 雷帕德想了一阵 微微点头道 我可以试一下 但我没钱买零件了 我投资你100斤磅 加上我刚才的建议 我共占据 克莱恩犹豫着是说10%的股份 还是15%好 毕竟100磅严格来说不算太多 你可以占据35%的股份 但只限于你描述的脚踏车项目 雷帕德抢先说道 怕对方提出太高的要求 成交 克莱恩当即笑道 我们先草拟一份简单的合同 将这件事情定下来 我之后再找事务律师弄正式的合同 添加一些细节性的条款 比如 要是在有人投资 必须先得到我的同意 没有问题 雷帕德迫不及待的回答 只想快点购买零件 绵绵阴雨带来的昏暗里 克莱恩回到了乔伍德区明斯克街 他进入房屋 直奔一楼灌洗室 舒舒服服的解决了小腹骨胀的问题 哗啦啦 水声回荡间 克莱恩弯腰洗手 就在这时 他脑海内突然呈现出了一幅画面 洗漱镜内映照有低着头的他 昏暗的环境 以及一双位于侧方的眼睛 一双眼睛